赵丽颖的人气和演技无庸置疑 但是她的剧能获得高收视率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湖南卫视播 如今赵丽颖新剧《你和我的清晨时光》将在东方卫视上映 不少粉丝都开始担心新剧会不会没有人看 早在之前 赵丽颖的老九门《珊珊来了》还有《胭脂》都在东方卫视播出过 但是收视也并不理想 在总收视最高的女演员排行中 只排到第十的位置 和孙丽、刘诗诗等人相差甚远 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算的话 赵丽颖的新剧《你和我的清晨时光》也只能排到第十了 其实这也不一定 有粉丝就给出了原因 在这个排名里丽颖还是很棒的 丽颖的剧都很少在东方卫视播 能有这个排名很不错了 确实 赵丽颖的剧一般都是湖南卫视播的比较多 而东方卫视比较少 所以整个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 而且 以赵丽颖现在的人气 到时候在东方卫视再创奇迹也不一样 毕竟湖南卫视乱捡的太多 楚桥传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那为什么这部剧不在湖南卫视播了呢 难道是赵丽颖被湖南卫视抛弃 这恰恰相反 赵丽颖的剧几乎各大卫视都在抢 收视保障 而且清晨题材好 所以东方卫视早早就看上了这部好剧 抢走了 但是赵丽颖的另一部新剧之否 还是会在湖南卫视播 不少粉丝都希望湖南卫视手下留情 不要乱捡 看来赵丽颖的几部新剧 要在明年开启罢评模式了 不知道粉丝们最期待赵丽颖哪一部剧呢 是否还是清晨 还是说全部都期待 谢谢观看